香港和內地時隔三年終於恢復通關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今天早上接受電台訪問時 雨告下個月6日將率令廣州南沙粵港合作諮詢委員會 和服務中心的29個會員機構共80人前往南沙考察兩天 事歪史行有什麼目標?希望達到什麼效果? 有一個重要的粵港合作平台 我們有些參觀項目 更加重要的就是坐下 互相交流解決一些不知道的問題 我很希望通過這次訪問能夠說服大家 請大家派人或當地請人搶駐當地 做到這樣的話 就會是香港第一次有多過一個商會或行業協會在內地 大家聚集在一起 29個裏面如果我可以說服到10個8個 大家聚集在當地成立代表處開銀行戶口 在當地請全職人員 或者香港派人上去 上面的放租比較便宜 這樣的時候我相信真的可以做到 我們粵港合作在疫情過後 一個爆發式的發展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 香港如何把握機遇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同時謀求自身更好發展呢? 事外認為有三個元素很重要 一個我們要識走位 二我們要有位才能找到位 三速度很緊要 事不惡遇 創科一件事是國家非常重視 香港有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就是在河濤 我們怎樣用好河濤 這一塊這麼獨特的地 我覺得應該由國家主導 也不是廣東省 廣州市更加不是香港 更加更加不是我們的科學院 主導那塊地下做什麼 如果只是我們有人舉手說 你這個也挺好 你是高科技 好吧我批發地給你 他做了一行你說他也是高科技 又批給他 那就變成沈芝麻 到最後我們不能夠集中 我們的力量去辦一件大事 應該我們這個發展 就配合整個國家 在科技社發展上 國家的需要 香港版的角色是什麼 這樣做的話 就真真正正 我們的科技社發展 可以利用香港的強項 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近年有聲音指 新加坡已經匹敵 甚至超越香港 香港是不是已經失去競爭力呢 在國家走出去的時代 香港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香港的地方確實可以 從各個方面 不單止說好香港故事 還可以說好整個中國的故事 我們有語言優勢 我們有制度優勢 我們長期以來 是一個高度國際化 高度開放的社會 我們也有很多種種的社會 家庭 經濟方面的國際聯繫 所以香港在這方面 優而為之 也責務旁財 我相信香港的人才 企業 轉移到新加坡 完全是短暫的 我們將自己的事辦好 我們在內地的發展機遇相當多 我們自己對內地認識多一些 多一些講好 對內地講好香港功能等等 這些我就夠了 香港的條件是好的 我有信心 論文字附近 都有此之間 斯卡